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 抢状元 每年这个时候呢 又是北大清华争抢这个高考状元的时候 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 仅仅过了半个小时 这河北的状元呢 就接到了清华大学招生办的电话 又过了十来分钟 他又接到了北京大学的电话 再过了二十分钟 人家清华招生办的老师啊 直接就赶到了他们家 这个时候呢 已经是凌晨一点 另外一位状元 理科状元 那情况啊 也差不多 也是第二天一大早啊 这两位状元呢 就被清华北大给接到北京去了 在广东佛山 这理科状元呢 也是在第一时间 就接到了北大和清华的电话 因为是凌晨啊 哎呦 人家都不敢相信啊 还以为是什么诈骗电话呢 北大清华连夜抢状元 相比于往年的这个公开护私啊 这个动静还算是小的啊 不过呢 你再怎么低调 抢状元这么一个做法呀 历来就受到不少的争议 有人就说了 学霸被争抢 你让学渣清何以堪啊 还有人就说 其实啊 在学霸眼里啊 北大清华也都只是个备胎 人家瞄准的呢 是世界级的名校 还有往年的状元呢 就吐槽 说当年高考之后 也被北大清华抢来抢去 可进入到大学之后呢 却发现自己啊 被晒在一边 无人问津 那心理落差呀 一时还难以接受呢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甜蜜的忧伤吧 也有人就说 北大清华抢状元 很正常啊 你放眼全世界 名校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啊 你随便罗列呢 那都是一大罗筐啊 既有名争 也有暗斗 你比如剑桥和牛青 就经常对抢 除了知名的那个 百年赛艇恩仇录 他们的这个校会上啊 同样都有一本书 那剑桥的那个书呢 是合上的 牛青的那本书呢 是打开的 因此啊 牛青大学就嘲笑啊 说你们这个剑桥大学啊 都不读书 书都没打开 只是拿过来装点这个门面 而这个剑桥呢 毫不犹豫 回击 是你们读书太慢了 我们都学完了 把书都合上了 你们牛青还打开在看呢 而在美国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 这两所名校挨在一块啊 就像是五刀口的这个北大和清华一样啊 那免不了就要互相挤兑了 有一回 在这个热门游戏光云发布之前 哎 几个麻省理工的同学呢 半夜就溜进到隔壁的这个哈佛啊 把哈佛学校标志性的那个雕像啊 给他戴上了头盔 拿上了机枪 改造成了一个光云游戏当中 士官长的形象 在招生这个事情上啊 美国名校呢 他没有抢状元一说啊 那美国的高考 他SAT啊 这个考满分的呢 不少啊 就不存在什么状元 而且呢 高考成绩啊 对于这个美国名校来说呀 他仅仅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 你包括这个高中成绩 个人成绩 老师推荐信等等 那也是很重要的 为了吸引优秀的学生 那美国大学呢 也用了很多招 你比如啊 中国校友啊 星探啊 来接触学生 邀请这个学生啊 到这个学校来访问 当然了 他们也有这个火药味 这个很浓的时候啊 特别是在这个招生广告上 你比如啊 这个哈佛大学的招生广告啊 这么说 来报考我们吧 到这之后啊 你的年薪不会低于20万美元 我们不是最喜欢巨人的学校 最没人情味的 是麻省理工 你别去这个申请麻省理工 这哈佛呢 他在向麻省开炮的同时 他自己啊 也中枪了 中了谁的枪啊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呢 是这么说的 早上广告啊 说哈佛算什么呀 加州是我们的地盘 赶紧申请我们吧 万一重大奖被录取了 也说不定哦 哥伦比亚大学呢 则对同城的纽约大学啊 来开炮 人家是这么说的啊 说我们的录取率啊 只有10%哦 幸好被我们拒了 你还可以去纽约大学 那里的人都是被我们拒掉的 您瞧瞧啊 名校为了抢声援 那也是说不完的爱恨情仇啊 好继续下来 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天涯社区的副主编金波 在北京地铁站突然晕倒 后经抢救无效 不幸去世 死因呢 是突发性心脏病处死 据了解 金波年仅34岁 如此年轻就突然离去 令人惋惜 也让媒体人的健康呢 是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金波的同事呢 就说了 这几年 他工作也太拼了 长期呢 是加班熬夜 已经急劳成疾了 这个世界各国研究啊 他都发现 熬夜可导致大脑迟钝 心脏病猝死等等 很多媒体啊 在报道这个不幸消息的时候呢 标题当中 都特别提到了熬夜 于是啊 很多朋友圈就掀起了一阵 不要熬夜的温馨提醒 有一篇文章呢 都被转封了 这个标题叫这个 有没有办法做到天天熬夜 又不会太早死掉 你点开来看呢 内容只有两个字 没有 其实啊 大家都知道熬夜 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但就是做不到不熬夜 熬夜对于大多数来说 都变成一个常态了 所以啊 面对这一次的不幸 除了温馨提醒之外啊 也有人就开始思考 与熬夜加班相关的制度安排 开始讨论 金波这种情况 它是否属于工伤 这几年 猝死 过劳死 这样的新闻是接连不断 加班熬夜啊 对于一些个特定职业来说 根本就不能避免 你比如 像互联网啊 媒体重业人员呢 前不久腾讯推出了一个员工死后福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今后 凡是腾讯的员工去世了 他们的家属啊 都可以领半薪 领十年的时间啊 如果员工有孩子 每多一个孩子的额度呢 还会有额外的增加 这么做呀 是要保证去世员工 他的家人孩子啊 能够有长期的 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 这个政策 当然是好意啊 是给员工的福利关怀 但面对这样的福利 想必员工 那内心也是这个五味杂成啊 这项政策 好像就是在告诉大家伙啊 可以放心的加班熬夜 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说句不好听的呀 那就是用生命来加班的 当然了 金波的英年早逝 也暴露出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公共场所的急救体系啊 不够给力 金波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脏病猝死 对猝死的急救啊 时间就是生命 夜内一直有一个黄金四分钟 这么一个说法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肺复苏和除颤的关键时期啊 就是在心脏骤停之后 那四分钟之内 在金波晕倒之后 两名素不相识的地铁乘客啊 立刻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 有专业人员啊 对这一次的急救的评价是这样的啊 说人工呼吸较多 胸外按压较少 说白了啊 不够专业 在我们国家 由于民众普遍缺乏急救知识 这心脏病这个猝死的这个抢救成功率啊 很低 能够抢救过来的呢 还不到百分之一 这就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大多数人的还没等送到医院 就已经死亡了 院外急救需要有医护人员 但世界各国 他不可能在地铁啊 公交站呢 专设什么医院和急救医生 所以呢 院外急救主要依靠对公众的培训 以兼职的身份来进行 有统计啊 就显示 在中国 130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接受过现场急救培训 可是我们再来看看国外 德国呢 有全民救护日啊 每一个国民都要在这一天啊 来接受急救知识的培训 那澳大利亚呢 40%的人口 有基础的急救知识 有专家就建议啊 应该在全社会普及急救教育啊 尤其是高危行业 什么服务行业 要把急救技能列为职业技能之一 学校呢 也应该把急救教育列为必修课 除了国民急救知识的缺失 这急救设备呢 也很紧缺 讲究猝死啊 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电机除颤 除颤器就被称为是急救法宝 你像这一回 如果地铁 它配有除颤器啊 并且有人能够使用到它 这个金箔获救的可能就会更大 但可惜的是北京地铁它并没有配置除颤器 就算有一些公共场所的配有除颤器 因为不会使用啊 也都成了一个摆设 你像2015年8月 有一名乘客在北京首都机场啊 心脏骤停 除颤器呢 就在旁边 竟在咫尺 却因为没有人会用 最终呢 还是不幸去世 所以啊 想要给猝死一线生机 急救专业体系啊 急待建立 但这啊 要我说 急救专业体系的建立 这个事啊 应该加急啊 好 继续下来 说暑气到了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实习的事啊 最近啊 某报社记者涉嫌性侵与实习生的事呢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之后呢 还有两名实习生也站了出来 发帖子说 曾经被同一个记者要求去开房啊 幸好啊 他们懂得自我保护 当越来越多的猛料爆出 各种关于女实习生和上司的关系 各行业的桃色八卦 以及女性自我保护的话题 也就跟着热闹起来了 一个在豆瓣上火了很久的直播帖 再次呢被翻了出来 楼主啊 在这个帖子里说 自己呢 是一个投行女啊 当年实习的时候呢 主动向上司啊 投怀送报 以此呢 成功留下来 成了正式员工 在投行啊 这个立住了脚跟 不光是投行权啊 那互联网权呢 好像也差不多 在某社交软件上 有当事女生发帖爆料 说自己啊 去到一家互联网巨头公司面试 当这个实习生 就跟一名男的面试官聊的投机 离开的时候呢 这面试官就承诺 说实习后啊 能够转正 同时呢 暗示希望得到那方面的回报 吓得她赶紧的离开 总之吧 诸多行业都爆料啊 说女实习生要面对各种潜规则 每个行业仿佛都跟娱乐圈一样了啊 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跪圈争乱 那为什么在职场江湖上 初出忙碌的这个女实习生 就成了弱势群体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他们没有职场经验 对那些深暗行业门道的老江湖 就抱有天然的敬畏感 尤其是实习老师 那仿佛啊 都是自带光环的 你像这一次受害女生 他说实习老师啊 感觉挺严肃的 哪敢想到对方是暗怀鬼胎 当然了 在职场上 权益受到侵害的 倒并不仅仅是女实习生 当下呀 整个实习生群体呀 仿佛都沦为了廉价劳动力 甚至呢 就是免费的劳动力 由于法律保护的这个模糊 用人单位对实习生啊 往往用这样一个心态啊 不用 白不用 用了 也白用 大学生在实习期间 这个权益啊 就会受到不同形式的侵害 有的呢 被随意延长工作时间 休息啊 难以保证 有的拿不到半点劳动报酬 低薪 无薪 都已经成见了啊 不光要倒贴 交通费 餐费 甚至有些单位啊 还要求你实习生交一些钱 每个月呢 要交一千块钱的实习生管理费 面对着种种不公平待遇啊 实习生呢 就只能默默接受 毕竟嘛 一份好的实习啊 它可以成为未来工作的敲门砖啊 实习生啊 明显供过于求 正应如此啊 这个不少用人单位的 就将实习生啊 视为免费劳动力 反正 即便你不来 还有的是人想来呢啊 这就造成了实习生排队被剥削的现状啊 更重要的是啊 即便你争取到了被剥削的机会 许多时候啊 做的还只是什么端茶倒水 订餐复印取快递这样的事啊 很难真正啊 进行到你专业的业务实习 到头来啊 不过是拿到了一纸实习鉴定 有一项暑期实践调查啊 它就显示 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呢 都认为暑期实践跟所学的专业无关 在美国联邦劳动法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啊 说实习生一定要有这个薪酬 但是呢 人家对这个无薪实习的企业啊 提出要求啊 你必须提供真正的实习培训 让实习生受益 这就避免了实习生成为无偿的清洁工送餐院啊 啊 你比如电影 当幸福来敲门啊 啊 这个威尔史密斯呢 这个演的就是一个实习生 他在实习期间呢 也没工资啊 但他并不是打砸 在美国呀 即使是带薪实习 老板也不能够让实习生做额外的工作 否则呀 你要支付另外的薪水 在一些金融公司 如果实习生加班 算上加班费的实习工资啊 甚至呢 都要高过你正式员工的工资 所以 要保护实习生的权益 咱们的相关法律呢 就必须走出实习的状态 要赶紧正式上岗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新周刊 文章标题是 大学就像一家公司 咱们的这个大学啊 那是越来越像公司了 咱且不说研究生导师啊 还有博导啊 一个都成了老板 本科生啊 也好不到哪去 他们呢 被大学工厂 当成了原材料进行加工 大学四年呢 就是把学生 从原材料啊 打造成了这个流水线的产品 推向社会 那么大学这家公司 它是怎么运营的呢 你来看啊 现在的大学啊 都流行开什么子公司 流行办新校区分校区 当一群大学都跑了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 那就叫什么大学城啊 说这样啊 可以整合资源辐射效应 这些不就是商业教科书上的词汇吗 有分自然就有合呀 大学公司的另外一个生意呢 就是兼并啊 普通学院合并就升格成了一个大学 专业性的大学合并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 所以啊 各大学啊 就越来越像了啊 理工大学呢 有人门学院了 科技大学呢 有影视传播学院了 更不用说几乎每个大学都有医学院 那大学生产的产品怎么样呢 毕业生质量又如何呢 如果你看看这十多年高考志愿填报手册 你就会发现啊 十多年来啊 风水轮流转 各种热门专业呢 城出不穷 什么专业热 他就开什么样的专业 也不管有没有师资力量 如果大学是公司 那他们呢 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 什么流行 他就一窝蜂去山寨什么 最后做出来的产品质量 那就可想啊 值了 到头来呀 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啊 学计算机的呢 就在网吧当网管 学物流的呢 送快递 学电子商务的去开网店 学动漫设计的呢 要么在熬命 要么呢 再画山寨动画 当然了 大学更一般的公司还不同啊 他的产品 那既是公共服务 又是商品 所以我们看到啊 负债时 他说自己公共服务 收钱时呢 他又成了产品经营 要我说 如果大学是一家公司 他应该向优秀的企业来学习 对产品的质量负责 对客户呢 负责 对股东负责 接下来进入板块 杂志图片 一只白鹿眼花 错把鳄鱼当成了石头 站在上面呢 捕鱼 结果呢 站上面一伙 鳄鱼突然冒住头来 对它进行攻击 可怜的白鹿 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一口咬住了 这就叫 白鹿捕鱼 鳄鱼在后 南京遭遇墙降雨天气 雨水呢 渗入历史悠久的 明城墙墙体内 然后呢 经由排水系统喷吐而出 形成独特的浓吐水景观 过往的司机 看着水哗哗的流 灵机一动啊 把车往城墙下一停 任由水吐在车上 如此纯天然污染 又环保的洗车 一定是老司机想出来的 一名女生坐火车 去上海见男友 中途发现呢 自己可能坐错了车 结果呢 刑急之下呀 这女生竟然就跳车 警察赶忙 将女生送往医院 这个检查 幸好啊 没有大碍 但只想说 姑娘 爱情诚可贵 生命价更高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大家可能对北京的雾霾呀 都深有感触 但其实呢 这座城市呢 也许还面临着更多的环境威胁 比如北京 它正在下沉 什么意思呢 最近这个权威杂志 摇杆科学呀 它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 里边就说到 因为过度抽取地下水 这北京的蓄水城呢 就遭到了破坏 城市啊 正在慢慢的塌陷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 北京部分地区 特别是CBD中心啊 每年下沉11厘米啊 北京地面成降 过度抽这个地下水呢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目前 北京市居民喝的那个 每三杯水当中 就有两杯呢 来自于地下水 其实啊 我们对打井 那其实是有相关规定的 不是说你想打井就可以打 可现实的情况呢 往往却是 你想打地下水 你就打一口井取水吧 想打就可以打了 说白了啊 规定有 但监管呢 很难啊 除了过度开采地下水 这地面成降啊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个原因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上海 它也存在一个塌陷的问题啊 时代杂志2012年就报道过 由于大规模城市移民 泥土松软和全球变暖的原因 这上海的下沉啊 都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 2012年2月 上海中兴大厦 在修建过程当中呢 旁边的环球金融中心附近啊 突然出现了一条长达七米的这个裂缝 这地质专家调研后呢 就发现上海啊 它建筑密度很高 而且呢 大多数的高层建筑啊 都位于软土地区 这高楼大厦压在地面上啊 有点像重物压在弹簧上一样 它能不往下沉吗 这样的问题还不只是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像全国其他城市啊 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塌陷 不光在中国 国外呢 好像也一样 像在美国五十个州当中 大约有二十四个州啊 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啊 开采石油啊 也产生了地面沉降 还有意大利 意大利的威尼斯 素有水都之城啊 这个地面沉降啊 也非常严重 可以说地面沉降 已经成了全球性的问题 这可是真正的灾难啊 不是科幻啊 而且呢 地面沉降 它是不可逆的 一旦形成 便难以恢复啊 所以啊 防止地面继续沉降下去 那这个就迫在眉睫了啊 办法呢 当然也不是没有 哪呢 三减少 减少抽取地下水 减少建筑的密度 减少摩天大楼 当然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也可以从小事做起啊 比如 节约用水啊 液水啊 可以多用啊 洗米洗菜的水啊 你就可以用来冲这个厕所啊 等等 在这呢 我们就想说 地面沉降 可不能再这么太阶低起来呀 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很火 一个小女孩 因为衣着打扮的不同 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对待 当她穿漂亮的裙子和这个小大衣啊 一个人站在这个街头 很快呢 就有陌生人来关心她 路过的人呢 纷纷表示了善意 问她叫什么名字啊 几岁了 家住哪里啊 是不是走丢了 要不要送你回家呀 之后 化妆时呢 把这小丫头啊 打扮成了另外一个邋遢的 衣衫褴褛的小流浪汉啊 在同样的地方 她还是静静的 沾沾沾 一样显得是很无助 广场上依然还是有那么多人 熙熙攘攘 人来人往 却没有一个人来过问她 人们都把她呀 当成空气了 颜值及正义 好像得到了验证啊 其实啊 这是一个公益广告 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做的一个实验 她就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 我们对别人的判断 仅仅啊 是看她的衣着打扮 即便对方只是一个小孩啊 这也就提醒我们呢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成见 只是你不成意识到而已啊 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词 第一个词 直升机看房 咱们一般人看房 顶多就是看一看样板间 挑挑步行什么的 可最近这几年 在富豪圈掀起了一种看房新模式 那就是直升机看房 用他们的话说 在直升飞机上 用上帝的视角俯视整片豪宅 您瞧瞧瞬间优越感爆棚 当然富豪选择直升机看房 也不完全是有钱人性 在他们看来 搭个飞机看房 它至少有两大好处 一来可以节省时间 只需要花几个小时 就不仅能对豪宅进行评估 还能对豪宅周围所有的情况 进行全面评估 比如交通的布局 学校 以及医院的分布等等 第二个就是直升机看房 比现场看房要更全面 能获取到更多的信息 比如从空中 你可以看看豪宅周围的景观 它是否协调 还可以考虑考虑风水 要知道这个风水 对富豪来说好像蛮重要的 直升机看房 说到这 我就想起了网上的一句话 叫做乔给你厉害的 你咋不上天你 别道道这 有钱人想上天 真不叫事 下一个类词 点菜式环保执法 这是深圳推出的一项 环保执法新举措 就是将全市 900多家重点排污企业 进行数字编号 制作成了一份菜单 然后邀请市民 或者政协委员 作为公众代表 以点菜的形式 你随机点 随机抽取菜单当中的某一家企业 然后立刻就带领执法人员 直奔现场 直接就开展了执法活动 到达目的地之后 执法人员他才知道 公众代表点的是什么菜 点菜式环保执法 能够有力的排除外界的干扰 不仅是对企业的监督 也是对执法人员的一种监督 以前咱一些执法人员 可能收了一些好处 就存在提前打招呼的现象 因为事先打了招呼 咱们看到的 就是企业临时抱佛脚 制造出来的一些假象 有污染都变成没污染了 这么一种走过场玩花招的执法 那根本就没意义 现在点菜式环保执法 它的随机性快速性 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这种情况 来提高环保执法的效率 在这要我说 在点菜之前 咱们不妨啊 多花些个心思 多做些个调研 前期功课做好了 心里有数了 才能像广告说的那样 哪里有污染 就点哪里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关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明天中午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